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解决了 我们在添加留言过程中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这节课我们继续往下来做 留言添加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首页来得到所有的用户的一个留言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需要来做一个留言列表 在index.peerp中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下留言列表页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呢和我们在做用户列表的时候 效果是一样的 写上一个h3 留言列表页面 接着来一个表格 给它点样式 百分百 再来一个cell padding 零 cell spacing 也是零 bg color 警号 abcdef 接着呢 那来个tr td td 也乘一个多少项 看一下我们的编号 一项两项三四五六七八项 这样的效果 第一个编号 标题 内容 再写上一个留言者 包括发布时间 还有 ip地址 接着还有这个心情 最后呢还有一个操作 假如说这是管理员可以看到的所有留言的一个啊 这样的形式 他才可以做操作 用户呢是不可以对别人的留言进行操作的 我们只是简单来模拟一下啊 那现在来看 这样一个简单的导航 我们就已经有了 index.plp 那接着只要有留言的话 在这儿是不是应该显示出所有的留言呀 对吧 那显示留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它跳转到啊 找到我们的do action 成功的时候让它跳转到 index.plp 代表我们的留言首页 那现在在我们的index.plp中 你应该先得到我们所有的留言 接着有一条留言呢 应该产生一个一行这么多列的一个内容 那第一步呢 需要来读取所有留言 那我们的留言呢 都是保存在message.txt中 那必须有留言的时候 我们才能来读取 那现在应该判断一下 判断是否有这个message.txt这个文件 接着呢 并且文件中有内容 再来读取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告诉他 先添加之后呢 再来查看 那现在来判断一下 if 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还记得上个节课 我们用到的是不是 file exists dollars file name 并且文件大小 file size dollars file name 应该是大于零的话 这时候再来读取 那file name呢 就等于我们的message.txt iOS呢 我们在这直接要告诉他 没有留言 iPhone 没有留言 请添加 接着三秒钟之后 跳转到添加留言页面 需要再一个通过mat标记来实现 跳转 http-eqiv 只是呢 是refresh content等于三秒分号 跳转到 uil是addmessage.prp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有留言的话 应该读取出所有的留言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 file get contents 来得到这个文件中的内容 反复的是一个词不创 得到内容之后呢 这是一个序列化之后的结果 你需要把它反序列化成数组才可以 dollars ar或者写成一个message.info 等于按serialize一下 这个词不创 那接着判断一下 是否是一个数组 如果是一个数组的话 我们再来开始便利 if dollars.message.info 是否是数组 可以通过as.array来判断 如果是的话 我们再干嘛 如果不是的话 接着告诉他 出错了 重新添加 出错了 重新添加 也是三秒钟之后 跳转到添加留言页面 这样的效果 那在这儿呢 我们应该再来 先echo一下 再echo一个他 效果是一样的 那这个代码呢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精简 先来看一下 那第一次如果没有留言的话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删掉 当你查开index.prp的时候 告诉你没有留言 请添加 三秒钟之后 三秒钟之后跳转到添加留言页面 接着我们来添加一个 this is a test 选择一个心情 成功 成功之后就可以来查看留言了 出错了 重新添加 三秒钟之后又跳转到这儿了 那这时候证明我们这个没有查看 对应该是按serialize之后打印一下MessageInfoExit 看一下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数组 好我们来刷新 随便写一下 来一个header 接着已经看到了是一个数组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写错了 if is a read 到了是MessageInfo 你写的是Message 我写的是Message 所以说才告诉你出错了 重新添加 那接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这时候应该就是正确的了 可以看到刚才已经打印出我们想要的结果了 同样的如果你出错的时候 应该迅速的知道如何来排错 这也是进步的过程 那试书组之后 只要这个留言板中有一条留言 应该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一行八列的一个内容 那首先我们在这来便利我们的数据 通过for each来便利数据 dollarsMessageInfo is dollarsMessage 可以使用冒号和andfor each的形式 好 那接着把它简单一复制 粘过来就可以 或者你写成一个T2Td乘8XX 先放着X看一下 一会再来替换就可以 刷新 有两条 那接着呢 你可以在这再来一个添加留言 也可以 hief写成一个addMessage.plp 好 你再来添加一个Test Hello World 内容呢 写成一个随便写一点 选择一个随机的一点发布 查看一下 应该有三条 那接着呢 需要把这些内容呢 X换成我们指定的内容就可以 那首先第一个X 编号 你可以来输出里边的 书组中的界名 但是呢 在这你要要界名的时候呢 需要把key 也写出来 dollarsKey 第二个再来 标题 title 第三项再来一个 echo dollars content 第四个 留言者 echo dollars use message 中的 title 包括 content 都在这个书组中 message 中的 content 还有是username 再往下是发布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应该变成我们认识的时间格式 应该放到 date中 写成一个y y m d h i s 再往下 地址 ip地址 echo一下 dollars message 中的 ip 这还烧写了第二个参数 我们的发布时间 message中的 pubtime time 我们保存的时候 是不是叫time 来看一下 对 叫time 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心情 那心情呢 应该显示一个小图标 放到img中 src呢 应该保存到imagines下的 echo一下 dollars message中的 心情 再来一个x操作 可以来更新 包括删除 先放到这 首先先看一下 是否可以 甩新 0 1 2 那接着想要的这些内容呢 是不是也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 那这个从0开始不太好看 应该从1开始 那第一种形式呢 你可以让它这个key 加1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 等以后我们删除某条留言的时候呢 它的key可能不连续 为了出现一个连续的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dollars i 等于1 接着i call一个dollars 在结束之前呢 让i 加加 就可以 好 再删新 123 三条留言 你再来添加一个的时候 第四条 留言者 写成一个quen 标题呢 写成一个 mise 内容呢 mise 学院 prp 课程 prp 课程 选择一个第三项 好 查看一下 第四个 也有了 这样的效果 包括发布时间 年月月日 ip地址 因为我的这个既是客户端 又是服务器端 所以说得到的ip地址呢 都是127.0.0.1 这样一个形式 那现在你看到一个简单的留言页表页 我们也已经要做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完成的就是这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那这节课呢 下来之后大家把这个留言列表页实现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